樊雪晴 贵在太阴之后 向我们塞造了 老北京不透离的江湖 现在来到我们笑傲的江湖 谢谢各位的统场和支持 对,我想问一下 各位第一次来到 孝敖江湖决赛的现场,什么感觉? 孝敖其实有三个特点 他是最爆笑的一个节目 其实是个全家伙的 然后呢,就是整个孝敖的特点 这个我觉得冯导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他是孝敖的主角之一 孝敖江湖第一个是一个喜剧类的节目 第二个呢,他是一个素人的喜剧 为什么叫素人? 过去我们说叫老百姓 不是专业演的喜剧节目 是来自于民间 生活在各个角落 普通的老百姓 老百姓 老百姓 所以跟我们电影的三个特点很相近 电影是年底最热血的一个 是适合戴富国看的 因为上下两代的 还有一个其实也是适合兄弟之间 他讲完话拍几张词 就没有人管 这个浮脑在老婆里面的表现 但是人生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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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就是非常提醒我们 该怎么样去面对人生吧 生活百万滋味 人生需要笑退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句词 对,值个细细品味 其实我们知道要缔造一个影帝 幕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导演推手 尤其是这位影帝平时不怎么演戏 所以需要导演去挖掘它,塑造它 其实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实力男人行 之前也不怎么演戏 您看您有机会把它打造成影帝吗 顾得到老师 您觉得他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 郭老师你好 我们 divine看 我们én%2019 ailleurs 事不宜